我们继续讲这个印度佛教史 印度佛教史我们讲完龙树的八博之后 就讲一讲龙树的后继人 龙树的后继人最出名的就是提婆 提婆就是一只眼 所以叫做加拿提婆 就是单眼的 它是独眼的 它就作这个八论 我们三论中八论十二蒙论 中论十二蒙论都是龙树的 八论就是提婆所写的 提婆是她的弟子 提婆去见龙树的时候 然后龙树也都听到她的名字了 所以就叫学生拿一泊水出来 一句话都没有说 提婆见到一泊水 从身上取出一支针 放入水里面 也什么话都没有说 龙树见到之后就惊讶 认为真是聪明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股水是龙树自己的绝顶聪明 好像水一样 无气不满 即是无一样东西不满 无往而不在 提婆头针 表示自己的针沉入水中 一沉一探到底 因此龙树就将学梦传给提婆 提婆之后 分开两支 一支是罗猴罗 一支是龙有 罗猴罗传给青木 青木传给沙车王子 沙车王子传给河摩罗十 河摩罗十来中国 在遥秦的时候来中国 河摩罗十是诸佛的易经师 这个杜孙律祖 杜孙律祖 因为他打了21次波州三回 所以很好修行 感应到一个天人叫做王瓶 每天送饭给他吃 他就问 为什么人们这么喜欢河摩罗十 译的经 这个王瓶就说 哎呀你不知道 这个河摩罗十是測佛的易经师 測佛以来 都是河摩罗十做易经师 所以译出来就这么好 其实河摩罗十 他来到中国的时候 在边境住了18年 因为那时在打仗 那是姚秦 姚秦那时在打仗 他在边境住了18年 住了18年 那当然学中文 当然学好 小孩子从一岁学到18岁都很厉害 不然是大人 所以那些中文 从中国的中文 就差不多 他学会中文才分译 那么他的分译 几乎不用润北共译 就是不用第二个人去润北 好像这个《灵严经》是这么漂亮 因为是丞相润北 所以这个润北的人很重要 但是河摩罗十 因为学会中文 所以译出来是特别好的 《妙法莲花经》 《阿弥陀经》 《阿弥陀经》 全部是河摩罗十 这个第二支就是农友 第二支派 第二个徒弟就是农友 提报了两个徒弟 一个是罗侯罗 传给河摩罗十 一个是农友 农友传给增户 增户传给佛户和清便 这个佛户传给莲花角和月清 这个月清呢 月清和清便都很出名的 这个月清去西藏 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就是传给清便 两个徒弟 增户有两个徒弟 一个就是智光 智光是日照 日照是离华 离中国 离中国就是传给元首国师 将这些荷梦 这些荷梦 这种智光的东西 就是团美營首法师 就是所谓生的三论宗 这个清便呢 就是团美徒弟三伯 三伯公陀 三伯赌佗 三伯赌佗 导美直户 直户就是来西藏的 直户就是这个 那个莲花生大使的梅夫 那莲花生大使来中国 来西藏的时候呢 遇到一些外道的挑战 遇到一些本教的挑战 那他呢 就在国王那里呢 因为要学梦好才行 那带了他的梅夫 直户呢 去西藏 帮助他 所以呢 直户呢 是唯识的 那也都在西藏也都很重要的 那这个呢 就是提婆 所以呢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龙树之后的 那四伯论呢 就是提婆 提婆 疫的 八论就是罗十疫的 那四伯论就是西藏疫的 那八字论呢 就是菩提支流疫的 就是西藏都有 那这个呢 这个呢 八论十二蒙论 这个中论 就是三论中 那我们讲到这里呢 就讲完这个中观了 那我们呢 这个佛教呢 要知道呢 我们要知道这个佛教呢 是分开一直进化下去的 所以我们呢 印度佛教史呢 将它分开 分开五个时代嘛 这个佛陀涉化期 这个呢 到四百零年 公元前四百零年 这个五五六年 到四百零年 这个佛陀涉化时期 这个呢 部派结达时期呢 就由佛陀之后呢 到佛灭后四百年 这个部派结达是小成的 这个中宫前红旗呢 就是龙树了 龙树呢 就是由这个 发灭到后六百年 到这个八百年的时间 这个呢 就是中宫前红旗 这个前红旗 中宫前红旗之后呢 就有佛陀涉化期了 佛陀涉化期呢 就是公元三百五十年 到这个公元呢 六百五十年 每一个呢 加过五百多下去呢 就是八百多年 三百五十年 就是八百五十年 这个六百多年呢 就是到成千一年 到成千一年 这个六百五十年 到成千一千一百年 到成千一千一百年 一千一百年呢 都是唯释中的 唯释涉化期 所谓唯释 这两派呢 这个我们中国这个花言呢 这个小城教 这个大乘初门 大乘初门 大乘初门 这个都是大乘初门 大乘初门呢 宗官和遗息 为什么叫做大乘初门呢 因为他是大乘的 但是他不能成罚 为什么不能成罚呢 因为呢 因为呢 他没有讲到佛声 没有讲到如来藏 所以说五百年呢 有个马明无杀出来讲如来藏 但是这个呢 很多人都证明 他本经是有问题的 所以呢 应该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马明呢 应该是 就是在这个 在这个 违息的时期出现的 因为 这个 两派都看过 仙女内藏 仙女内藏呢 包括两部分 这个呢 这个 这个 第九色 金芒罗色 第八色 第九色 纵营百血可消亡呢 这个叫涅槟 佛果叫涅槟 这个呢 这个 这个 第八色呢 叫做菩提 所以呢 大菩提和大涅槟 转八色乘四支 这个呢 就不用转的 这个呢 这个呢 本有的佛声呢 只要呢 不要去污染 就行了 所以呢 这个呢 就叫做余来藏了 余来藏 余来藏 包括两方面的 好像鸡蛋那样 里面有个蛋黄 这个就是涅槟 里面呢 蛋白呢 就是菩提 所以呢 无论是蛋黄 蛋白都好呢 都是形成鸡蛋要素 那只得 蛋白又不行 只得个蛋黄又不行 因为呢 蛋黄呢 重要啊 因为你空性嘛 空性 始终都是重要一点的 所以呢 到 这个 这个维色雪花旗之后呢 又到中宫后皇旗了 中宫后皇旗了 中宫后皇旗了 那时呢 就是月清 月清那时了 月清就是中宫后皇旗了 月清兴起 那这个呢 就是这个龙树 宫后皇旗 中宫後皇旗完之后呢 然后呢 所以公元1940年開始才獨立 獨立是印度教的 變成這個時候是印度教 佛教在印度就沒有了 最後現在慢慢再興 但是印度本身的出家人都是少的 印度的出家人多數都是藏墨的人去住 因為藍盟區、麻風區、達蘭沙蘭 藍沙蘭要經過日帶蘭沙蘭是藏墨屈 要經過麻風區 所以印度人都算麻煩 所以這個不是共好心的 所以這個回教打入來了 印度就沒有了佛教 所以這個佛教到這裡就沒有了 所以中公為息 始終在印度都是大城初門 還未曾正式講到 你說這個印度 越清那邊傳入籍戶時傳入西藏 西藏墨宗 西藏墨宗 西藏墨宗呢 西藏墨宗呢 是用中公的 用中公 又用中公又用遺息 他兩個都用的 又用中公又用遺息 中公呢 他用自立良派 自立良派和英成派 自立良派就是提婆提出的 一爭一爭建議自己立自己的東西 凡是什麽都破 自立良派 英成派就是就著他來反擊 這個就是中公遺息 直戶就是遺息的 所以又有遺息又有中公 他都不知道是用中公又說遺息 他修行的時候是用遺息的 因爲自己就是佛 佛就是我 我就是佛 用遺息 問法遺息 也都知道佛就是我 我供自己是本尊 就修佛 但是他到正道的時候 就用大手印大圓門 這個就是中公了 中公的中公 中公其實是禅宗來的 因爲通常受了禅宗影響 也叫做西藏禅 所以呢 西藏沒有一套自己的完整的學說 就是除了中公遺息之後呢 他沒有第二套自己很圓滿的解釋呢 去解釋他的西藏佛教那個立宗立義 即是他講經就講得多了 什麼東西都講 西藏人什麼都講 《大疲劃沙論》又講 《驅舍論》又講 《五明》 什麼都講 什麼都講 聲明又講 什麼都講 又喜歡汴京 像印度一樣 喜歡汴京 在中國來說 沒有這套東西 不用搞這套東西 所以呢 這個西藏來講 他的學說呢 他的修行當然是好東西啦 出家人多 他修行的成果當然是大啦 神通啊 各樣東西呢 當然是好一點的 因爲他勤力的嘛 還有五個人裡面 五個男子裡面有一個出家 這個已經很厲害了 整個西藏都是佛國來的 所以呢 修行的人多 但是真正的教理來說 他是有些問題的 即是不能夠說得很圓弧 像《四家銀》一樣 《四家銀》之前呢 他叫做什麼呢 叫做這個負責滅道 官負責滅道 那就是小成東西 大成東西 加些小成東西 加到紅茶茶都不知道怎麼收 所以這個西藏呢 他的教理是不清楚的 那這個中國呢 不一樣了 中國來到這裡 遺蝕的時候呢 然後就有如來藏了 我們有如來藏 如來藏就是禅宗 我們有禅宗的出現 禅宗的出現 有禅宗的出現的時候呢 就用如來藏了 因為這個禅宗是遺蝕 遺蝕 學遺蝕 以前還沒跟五祖之前 所以呢 菩提 深始菩提樹 深如明鏡臺 時時曾不適 北怕也曾安 那麼這個綠祖呢 就說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飛臺 心中無一脈 何處也曾安 那麼走回中觀那裡 就走回第九色了 我們本來呢 自性清淨 我們本來呢 自性清淨 所以道不用修 鄧莫污染 我們本來就是佛來的了 沒有佛 沒有佛更可乘 所以沒有修行成佛的 只一道不用修 鄧莫污染 所以見智本聖 明心見聖 見智本聖 見智成佛 這個就是禅宗 禅宗提出來 禅宗提出來的時候呢 禅宗叫大乘遁教 大乘遁教 遁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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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庚禅好的人 在唐朝的時候呢 林濟說 其中有千人萬人 其中有三個五個 三個五個 真的是大件事 所以呢 不是個個都可以的 禅宗 正道的人少 但是庚禅以前是多 現在是少 一晚看五百十三個人 現在沒有這些歌仔唱了 所以呢 禅宗 禅宗呢 大乘呢 大乘的大乘的宗教 大乘的宗教呢 就是法花 就是法花 這個法花 法花 大乘宗教就是法花 就是大乘宗教就是法花 因為大乘最終的目的呢 都是想大家成佛 只不過說小乘呢 因為當時那些人需要 所以這個是化乘來的 其實呢 就要你成佛 所以叫做大乘宗教 這個呢 最後都叫人家成佛 三車 這個洋車 綠車 牛車 同樣大乘牛車 都是叫你成佛 所以叫做大乘宗教 這個教宗天台就行歸淨土 所以呢 淨土 這個變成淨土 淨土教宗天台 行歸淨土 變成淨土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智者大師呢 都是六十歲的時候 念佛往生淨土的 念佛求生淨土 往生淨土 所以這個法花呢 一般都是花園宗 這個法花 這個天台宗呢 一般都是教宗天台行歸淨土的 所以很多天台宗的祖師就是淨土的祖師 那些偶益大師 廉慈大師 那些都是天台宗的祖師 那些都是天台宗的祖師 那天台宗的祖師呢 又是淨土的祖師 所以這個大成宗教 那大成原教呢 大成原教呢 大成原教就是花炎 花炎呢 花炎呢 就是墨宗 為什麼花炎是墨宗呢 花炎呢 是講按次第去修行的 就是要經過三大柯爭騎劫 要經過十住 十行 十回鄉 十地 這個等國廟國這樣成佛的 就是花炎 花炎他九住七回 但是他都是講這個十住 十行 十回鄉 十地 一路一路講下去的 那這個呢 長日墨宗的時候呢 經過十六大菩薩生成佛呢 是一樣的 所以花炎呢 變成這個花炎呢 修法界官啦 他主要呢 他是法界官 但是呢 其實呢 他就是要做的 墨宗 色珍埃珠啊那些 全部都是墨宗的東西來的 所以呢 這個墨宗呢 其實是兩部份的 這個胎藏界呢 就是八花 因為他們本有的佛聖嘛 花炎呢 就是金剛界 金剛界呢 就是後天的修行 所以這個呢 就是本 這個呢 就是積 這個呢 就是佛聖 這個就是先天的佛聖 這個呢 就是後天的修行 這個呢 就是裂盆 這個天堂呢 叫裂盆 這個花炎呢 就是菩提 叫你靜菩提 轉化式成世智的菩提 所以呢 墨宗呢 是最後的 最直接的就是 他用天台 變成這個拖藏界 用花炎 變成這個金剛界 那又要經過十六大菩薩生天的成政國 這個呢 就是合乎佛的意志 所以佛講共內經呢 最原本呢 到最後呢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墨宗 墨宗 墨宗因為世間法 兩種原本 那你要修阿治官啦 來證這個空性啦 又要修法啦 來悉爭懷之 來幫助自己和幫助眾生啦 還有其他兩味啦 所以呢 墨宗是最究竟的 小城不要提小城治了的 但是當時都需要的 因為小城給我們呢 就是個戒律 那個威宜戒律 那麼這個大城瘡盆大城 這個忠官遺息呢 都是必須的過程來的 因為兩個都需要的 那不可以只是編忠官 也都不可以只是編遺息 那麼這個呢 忠官遺息 所以呢 最後出個余內藏出來 蟬宗將它統一 所以蟬靜脈 這個呢 蟬靜脈剩下三個 大城剩下三個 蟬靜脈呢 都是中國的 就是這個離開了印度的 所以呢 蟬 因為印度傳的蟬是余內蟬 余內蟬還是有打坐的 好像這個壁官 這個呢 這個 神秀的東生法門 神秀的東生法門其實是五祖的 疑心入定 注心控正 忍心外笑 涉心內政 那這個呢 就是這個子官法門來的 但是 六祖的禪呢 就不是了 搬柴混水都為禪 他呢 就是道不用修 鄧莫污染 明心見成 教外別傳 所以這個禪宗呢 其實是中國來的 所以善靜脈都是善宗 正土宗呢 在中國大流行 中國大流行 那脈宗呢 在中國流行了一會兒 又走了去日本了 因為要很多移軌 要很多東西 失傳 那埋在地宮裡 這個法門子的地宮呢 遲開了 如果在宋朝的時候開出來 那就可以了 那些法可以接下去 等到現在才開 已經過了一千年 幸好日本和保留得很好 日本拿回來再整出來 所以你修行的時候呢 無論你修禪定脈都可以 不過禪宗要很大根氣 很厲害才能修禪宗 就是能夠入定 很好才修得成宗 那這個呢 就是上庚的 那這個宗庚呢 就是修禪宗 就是比較差一點的修禪宗 修禪宗有自利利他 又有阿治官 又有宗庚 又有阿治官 又有空姓官 又有實際的修行 因為它修兩個 修阿治官 修這個實際的修行 這個淨土呢 就是下庚的了 就是庚比較多些 三庚普及的 你很厲害的人 如果念淨土 你念了變成實相念佛 開用念佛 這個遺影祖師 那你差一點的人呢 善道大師 辭明念佛 辭明就行了 你念一句佛婆給你 善道大師以前就是這樣 以前就是讓小孩子念 你念佛婆給你一文錢 所以呢 下庚 而且奇嬰之類之類 他不能修得其他 叫他修禪宗怎麼修 因為修默宗 他沒有這樣的心機 沒有這樣的精神 沒有這樣的可惜他修 所以呢 中庚呢 又沒有禪宗這麼高 又沒有淨土呢 淨土更方便 那這個就是中庚了 中庚的人呢 修默宗 所以呢 上 中 下 三庚 當然啦 淨土中你可以找到上庚 實上念佛都可以的 不過你辭明念佛就是下庚 只是辭明 當然是普通 三庚普及 所以呢 在中國 這個印度佛教呢 在印度開始 但是中國流行 中國大成佛教 在印度都有大成佛教 中庚遺識都是大成佛教 但是呢 在中國就大流行 因為中國才流行 這個西藏呢 西藏呢 西藏本來都可以說 就是輕盛的 但是他加了一些本教的東西 加了什麼 但是那些教理方面呢 他不清楚 一會兒又讀大瓶沙論 一會兒又讀驅舍論 一會兒又這樣 一會兒又那樣 一會兒又那樣 變成了他修就多人修了 正道的人也多 但是呢 成就的人也都有 但是呢 教理方面呢 還是在中國 中國的時候呢 前政物奠定了基礎 所以呢 在這個 這個 佛教 從印度開始 但是 在中國才大流行 所以中國才是佛教的 佛教的 佛教的 法源地 佛教的 佛教的興盛的地方 所以呢 為什麼呢 因為有三個佛 一個佛呢 就是應生佛 就是釋迦牟尼佛 在印度出世的 有個佛生佛呢 就是盧善羅佛講花言經的 所以花言經呢 到這裏呢 到這個花言的時候呢 有花言大聖 原教花言的時候 在盧善羅佛講的 那麥宗呢 是皮盧善羅佛講的 所以呢 盧善羅佛講花言 皮盧善羅佛就講這個 講這個 麥宗 皮盧善羅佛大日 原來講麥宗 這個盧善羅佛呢 就講花言 這個法花呢 是釋迦牟尼佛講的 講本職義門 那時候還未完直 講花花那時候 還未完直 所以講本職義門 這個是應生佛講的 所以三樣東西 應生佛講 靜草法門 這個 這個 發花 這個花言呢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 焦岑羅佛講的 這個麥宗呢 就是皮盧善羅佛講的 所以呢 雖然 釋迦牟尼佛是進了裂盆 但是 老奄羅佛呢 永遠也不會進裂盆的 这个大日如来更加是每日烈盘,不住烈盘不住生死 所以他一样有在讲经,一样有在加持,一样有在 所以就变成佛法是中国来的 所以东土的佛法不是外来的宗教来的 是我们中国本有的,这个是中国本有的 你说这个名字可以叫做印度佛教 但是已经不是印度东西了,不是中宫遗息 印度最高的境界是中宫遗息 已经超过中宫遗息了,我们讲的如来藏 虽然说印度兴起的,印度法如地 但是在中国才成立,尤其是唐朝的时候 在这个十宗,同朝十宗都兴盛了,大成八宗 小成的成十宗,驱赦宗都兴盛了,那个时候都兴盛了 所以奠定了唐朝的时候,兴盛的局面 慢慢退,慢慢退,推到盟国,盟国时代都没办法兴盛了 到现在呢,到现在的时候呢,还有天台、遗息、善宗 到现在呢,我们共内没有默宗呢 将默宗从日本带回来呢 因为默宗呢,在这个修行和教理上来说呢 是一个大的贡献来的 你看看西藏,西藏它虽然有宣教 其实它修行是讲默宗的嘛 所以呢,你的《港经》呢,虽然是讲遣教的 但是正式修行呢,还是要靠默宗 为什么呢?这个遣教是一只眼,默宗是一只脚 脚当然比一只眼,没有眼的脚也会走错路 但是没有脚的眼呢,没有用的 只是一个争吵两个字,只是在辩论 辩论你又不是实修的 你现在读刑《法花经》 你说怎么修《法花经》呢? 你说给他听怎么修? 人家默宗有《法花》嘛 修《法花经》了 天台宗,花盐宗怎么修? 你只是念《法盐》而已 那你《法盐》怎么修? 怎么复之实行呢? 又不是要靠默宗才能做到的 你说到什么?《灵言经》 那又不是要灵言《灵言咒》 又是念《灵言咒》 所以你说《约诗经》 最后又不是修行念《约诗咒》 接着就叫《约诗咒》 你讲《弥陀经》 但如果《弥陀经》 念《法盐》念《法盐》 你可以念咒,念《往生咒》 那又不是《弥陀经》 所以你和事在一起 所以以前的《易经》 是逆一部分 前面那部分是事 前面那部分是理论 后面那部分是经 多数都是这样 那些《心经》 前面那部分就是理论 《观赐在菩萨》 《行三波的波罗灭多情》 那后面修行 就要念《蝎帝》 蝎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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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蝎帝 你以为《唐三藏》 《取世经》那时候 它是念整首《心经》 或者念蝎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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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蝎帝 所有而言都是... 主要是蝎帝而蝎帝 蝎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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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蝎帝 卡上得即使多 Barn 有時間 念慕花炎經給你聽就最好 但是沒有時間的時候 有魔來搞的時候 當然是揭大揭大波羅 揭大波羅 珍揭大 菩薩 快去嘛 所以咒是要來用的 經是要來清楚理論的 所以經和咒都不可以偏廢 不可以只是經 也不可以只是麥 所以顯麥兩個要相收 所以我們叫做揭庸派 顯麥揭庸 兩樣東西都要 兩樣東西都不可以缺少 顯教給你道理 麥忠給你修行 你只是有道理 就講也講不清 講完一大 講伯花 講花炎 講妙化玲花經 講完之後念麥 只有四個字 四個字不是不行 但是四個字呢 你懂得爭懷豬 都可以的 四個字 阿彌陀佛 有納瓣爐上去念麥 色災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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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是可以的 你懂得爭懷豬一四種念法 你都可以用它 只是用你的心而已 多數人都不會將阿彌陀佛用來含摩的了 所以當然不會 到有摩出營的時候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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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也可以的 但是只有四個字是比較少的 作用就不太多了 至少我們有六十五種糊摩 對六十五種不同的東西 裡面有色爭懷豬四個法 所以這個麥宗是修行的 所以抹掛時代 有些人是喜歡編自己那裡的 但是始終那個麥宗都是走不掉的了 為什麼呢? 因為無論你是讀經也好 也有條罩 你拼命去拒絕這個麥宗 只不過是你不喜歡的 拒絕麥宗 只是一件好東西來的 其實是掀麥要雙修 所以你修淨土的人 一樣要修麥宗的 有一部叫做安樂妙寶 將有關往生淨土的罩折錄出來 叫做安樂妙寶 這個就是淨土和麥宗一起修 你禪宗也要修麥 要神通禪宗 所以這個大乘佛法一直這樣演變下來 所以整個佛法是演變下來的 所以佛最初講小誠的 接著部派佛教又講小誠的 中官是講兇性的 講兇性的時候 方等行人惡取兇了 有些人執著個兇 這個多野如大火聚 足之執焚 所以龍樹菩薩都說了 大聖恕兇法 遺破諸有執 若魂執著兇 諸佛所不化 你沒執著個兇 接著就出現個有了 這個就是遺色 遺色就是有了 境無心有 所有的境都是遺色所變的 所以所有的境都是假的 但是我們的心是有的 所以修是要修個心 修五龍遺色功 修個心 要來破這個兇中 因為佛是講般若的 佛講般若講了22年 他又不好意思再講遺色 那沒理由我講兇也講有的 結果找龍樹菩薩出來講 龍樹菩薩下生出來講 這個世青菩薩 無著 無著菩薩 世青菩薩日歌無著 無著日頭阿虞多講堂講經 夜晚精上兜淑天就問弥勒菩薩 那弥勒菩薩就跟他講了五輪 弥勒五輪 這個就是弘揚這個遺色 那弥勒菩薩那五個呢 就是這個儒家師地論 這個辯中辯論 這個弥勒五輪 儒家師地論 大乘莊嚴經論頌 這個辯中辯論 現官莊嚴論 這個能斷金剛 波野波羅麥多經論頌 這個就是 這個葡萄之流 義正兩個抗疫管有疫管的 這個現官莊嚴論 就是中國未疫 這個辯中辯論 就是有曾太和延莊 兩個疫管 西藏也都有 大乘莊嚴經論 大乘莊嚴經論 這個波羅麥多羅疫 有中國疫管 也都有西藏疫管 儒家師地論 是原裝疫的 原裝是漢疫 西藏是出其中一步運 卻是無瑟所造 儒家師地論是無瑟所造 這個原裝化師疫的 所以這個就是唯色說法 唯色就是因為人們執著了空 所以就講唯色 所以佛說法是適應時代的轉變 那為什麼佛不早就講一些金句出來呢 那整世都可以用 不用整天轉 因為眾生的更器不同 眾生的更器未成熟的時候 不可以硬來的 所以佛是不可以祭戒的 即是沒有人犯戒 他是不可以祭戒 因為我都沒有犯 好似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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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似呀長奧 我都沒有扔到東西 你說我出去 所以調氣不順 所以有人犯戒 他才能夠祭戒 所以六群彼丘其實是大菩薩來的 他示現犯戒 大部分的戒都是六群彼丘祭的 就是為六群彼丘而祭 但是六群彼丘裡面有兩個阿羅漢 兩個造龍 兩個阿羅漢 兩個生天 所以呢 六群彼丘不是聖人 就是兩個阿羅漢 裡面有加勒諾爾 那些阿羅漢 那些阿羅漢 南陀伯南陀 那這兩個就是龍 有龍 有天人 有阿羅漢 所以這個是示現祭戒 所以佛不可以說些不適合時代的東西 就是有什麼時代呢 就要說 所以佛要整天在這裏 但是釋迦牟丘佛入了裂盆 魯善諾佛在這裏 魯善諾佛在這裏 魯善諾佛和這個 魯善諾佛在這裏 一個就是對天人的基 一個就是對十地菩薩以上 密宗的基 所以整天都在這裏的時候 佛法整天都有新的東西 所以要整天有新的解釋 有新的東西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們不可以捧著 延止佛教做人做到落尾 因為為什麼呢 學佛到落尾 我只是一個延止佛教 要柯含經 我只是柯含經專家 那柯含經專家呢 這個佛時代是適合用的 到現在這個小城 又不是很適合用的 但是現在那些人是怪的 現在那些大學那些 怎麼說柯含經啊 講柯含經啊 講成那些 因為容易講的嘛 你說禪宗 我沒有正量 你怎麼說 說花鹽怎麼說 沒有得講的 你現在有禪宗啊 花鹽那些怎麼說 不說密宗啊 沒有學怎麼說呢 高野生大學 都不收四家行 要去別處收的 要去廟裡收四家行 高野生大學都沒有四家行收的 只是講理論而已 所以呢 反而現在 喜歡講那些什麼 原始法教啊 什麼心靈啊 這些東西呢 好的 他清心 他就沒有煩惱嘛 斷煩惱了生死 他就做了大學教授 哪有煩惱呢 錢又有什麼都有 名字又有 錢又有 有什麼煩惱呢 不過你斷煩惱了生死 你真是在綁鋼房裡 對不對呢 不對啊 怎麼斷煩惱呢 哎呀你忍一下啦 就有錢的了 怎麼忍呢 你說怎麼忍呢 所以呢不能夠斷煩惱 煩惱就是煩惱 不能斷煩惱 不能斷煩惱 你只有消業積福求解決 改善它而已 所以大成叫你收福啦 消業啦 多些放夢生啦 慘悔啦 那能夠積分多些福呢 那個生活就會好些啦 小成這樣斷煩惱 要生死的 那當然啦 沒有煩惱 沒有煩惱的人 沒有煩惱可斷的 那當然是開心啦 什麼人信呢 學生啦 學生的信都沒有 不用做事 還沒出來做事 不用他負擔家庭 大學教授信啦 因為他都斷煩惱了 因為為什麼有錢收嘛 怎麼會有煩惱呢 駕駛男保經理都行 所以呢 你跑車子 那所以呢 這個 就是變成這些人信喔 那些學者也信喔 學者也信了 學者也信阿含 所以呢 日本也有阿含中 知不知道怎麼不講阿含 所以這個阿含呢 其實呢 這個時代來講呢 已經不是很適合的了 為什麼呢 泰國紅心宮 黃心宮搞搞搞搞 變成了政變 這更加大件事了 因爲他斷煩惱吊生死 你信就出家了 出家就沒事 出家不是紅心宮 又不是黃心宮 真是斷煩惱吊生死 天天出來吃完吃就回去打坐 打完坐接著就睡覺 打坐 吃三樣東西 哪有煩惱 不用交租 不用有子女 不用有老婆 不用收 不用做事 不用交租 你說是否沒有煩惱 四大家空 我們出家人四大家空 沒老婆 沒兒子女 不用交租 不用做事 那變成半期了 四大家空 真是斷煩惱 如果你真的直接去收 真是斷煩惱 但是對這些水深火業的大誠信眾 就不行了 住在板凳房裡 那有什麼辦法 能夠令到我出來這個苦海 你當然不是叫他收小誠 斷煩惱吊生死 你當然是叫他消業積福求解脫 你放蒙生 收十二 放蒙生 消業 做轟帝貢 轟帝貢 轟帝貢 轟帝貢好打 打了靈界那些 靈界搞你收轟帝貢 當然你想積福最快十二天神貢 可以供自己 本命星 本命元神 本命秀 本命耀 本命功 這個白人座 你可以這樣供法 每天都供自己的星座 供到法為止 供到它抖喚星移 那你說多好呢 所以這些才是他們有用的佛法 然後求解脫 你只是消業積福都不夠 你要念佛求解脫 因為最實際可以往生 唯一可以積生成就的 就是念佛 沒有其他東西 所以念佛是不可以放的 所以我睡覺 念了幾十年 念幾句佛號就睡著了 就是睡著裡面 有時夢裡面都記得念的 有時又不記得 這樣一起來的時候 做十年佛夢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死了之後都要張開眼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一張開眼睛就叫阿彌陀佛 這樣就對了 所以在家人 難一點 吵醒隔壁那個罵死 但是出家人 出家人自己一個房間 又不用負擔 出家人越老就越開心 因為為什麼呢 沒有東西的 就是不用負擔 不用子女 不用退休 現在還說全盟老人金 我也懶得老人金 三千塊多 但是對我們來說是沒用的 我們不要 因為現在不是賺錢的時候 不要錢 不要 什麼都不要 老人就要開心 除了有病 病就要自己調理 如果你吃東西方面 三方面 小心點 都不會有什麼病的 病送會少一點 少於在家人 在家人搏命吃 搏命吃那些芝士 等固醇 一大桶這樣灌下去 所以呢 出家人最開心 越老就越開心 越老就越出名 越老越出名 老把師 至少 兩碑神利 他們多開心 所以 獨碑神利都這麼出名 兩碑 所以呢 越老就越值錢 越老就越開心 到最後 臨死都開心 因為最後是笑喪來的 徒弟說對呀 輪到我 挺開心的 還不死 說這次死得了 死都輪到我了 還不輪到我了 看到老的往生就開心了 這次有新的東西出現 所以呢 由生到死都沒有煩惱 出家人 所以呢 這是一個好的東西 我們繼續說這個 維釋涉化期 維釋涉化期裏面 出了幾個祖師 最需要呢 出現這個無雀 無雀 無雀 世親和獅子葛 那三個都是修遺識的 獅子葛世親就寫了往生論 所以這一個 三兄弟都是修遺識的 大家約定求生微勒淨土 修遺識都是求生微勒淨土的 念微勒佛求生這個兜率淨土 因為他不會直接成佛 所以要去微勒佛 那裏就是淨土法門來的 遺識都是淨土法門 因為他沒有人修五重遺識官 修到成佛的 就是沒有人修五重遺識官清淨土 因為拿著把掃把掃掃掃掃掃掃 拿著美國把掃掃掃掃 不知道要扔去哪裡 你還要掃掃 這樣就遲遲行不適 北派野塵埃嘛 那你那些塵符呢 不用放低啊 你放低了 你就沒得不適 沒得不適就空了 那你不放得低 空中就放了 你是誘中來的嘛 由衷拿著層副 副到最後沒有東西副了 不知道為什麼拿著層副 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不可以成佛的 中公當然是不能兇了 兇了怎麼成佛 連成佛都說兇了 不用成了 你成佛之後 你不用學習的成佛 不用經三大柯生騎劫 不用學習的 什麼叫做陳沙華 你不用斷陳沙華 不用斷慕榮華 只是成佛這樣就算了 所以中公也不能兇了 怎麼做眾生呢? 所以要作虛空佛事 度餘餛眾生 作虛空佛事就是中公 度餘餛眾生就是遺色 所以你一樣要度眾生就是遺色 要轉色成智 轉法色成四智 妙公煞事成了作智 變成五方佛 大圓鏡之就是阿錯備佛 寶生佛就是平等聖智 阿彌陀佛就是妙公賊智 誠所作智就是釋迦牟尼佛 不共佛 所以兩步都需要的 所以只是中公也不能 只是遺色也不能 那獅子葛最先是往生 往生了之後就沒有下來 那後來就輪到無雀就往生了 無雀往生之後就下來說 這個世親就問他 阿哥 你現在好嗎? 哎呀我去了兜率天 親近微勒菩薩 那獅子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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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呢這個微勒淨島呢 這個兜率天呢? 有五十重天 有五十層的 那最高那層呢? 才是兜率內縣 那獅子葛呢? 那些 19世世個人經過49個外院呢? 那些天女癮到了 好吃到去? 去到天便國家 生了天 所以呢 這個世親菩薩呢? 就說 唯悉都是不穩慘的 那 тоже是念佛 念佛最穩慘的 念佛最穩慘 所以呢就寫了往生論 五門念佛 這樣這個往生論我們都講過了 這個往生論 所以这个淨土有三部经典 一部弥陀经 这个个个都会说 经常说的 一部就是大弥陀 无量寿经 一部就是观无量寿经 还有一个论 三经一论 一个论就是往生论 往生论就是世称菩萨写 这个弥陀经没有问题 有人说 但是无量寿经 为什么没人读的 没人说的 因为无量寿经出了问题 出了什么问题呢? 因为宋朝的王日丘就加一些东西进去 带无量寿经 变成无人读 因为明知它不是佛的经 读它干什么呢? 那无量寿经呢? 无量寿经是康增海做的嘛 康增海 康增海是胜增的 宋拳的时候打仗 两边打仗 它拿一些石像 石像飞过去 在天空飞过去 石飞 石飞贝道出红层 我们连词的两对解就好了 这个西土传城 这个海誓生灰枝白叶 这个西土传城就是西方传来的 这个佛教 海誓就是吞誓的海 看着海 背山面海 生灰就背着山 靠山面海 因为年前靠山面海 如果不起隆盟居的时候 看到东涌的 那个海 看到整个海 很漂亮的 这个环境 不过现在隆盟居起了之后 又没得广队 没得施法复合 是不是 现在多大都会奋斗 海誓生灰 枝白叶 这个枝白叶就是 枝座你收这个白叶 白叶就是善叶 下段就是 林天宏化 林天宏化 就是林方道 这个宏化 石飞杯道出红层 林天宏化 石飞杯道出红层 石飞就讲空山海 杯道就是杯道蚕丝 因为我们的地方就是杯道蚕丝 我们那时候是海底 杯道蚕丝第一次上岸 那只杯在晋朝浮过来 在屯門上岸 上岸的地方叫做杯道岩 杯道岩就是青山的山顶 山顶那里 杯道岩里还有蚝壳 就是那时候是海底 就是刚刚是水平线 我们其实是水平线之下 海水退了 所以我们在杯道的脚道 所以杯道岩还有蚝壳 就是四边都是蚝壳的 这些岩壁还有蚝壳 水涨 现在水退了 所以它的石飞杯道 刚刚好是讲青山 这个出红层 哇 这首席就很厉害了 这个是明慧法师写的 不知道是明慧法师作 抄出来的 不过应该是作的 因为它很贴切这个青山 这个海誓清生枝白叶 这个西土全城 海誓灰生枝白叶 这个南天弘化 这个石飞杯道出红层 所以这个很工整的 这些对对 大家有空可以延迟去研究一下 跟我们那个 言入圈 言入圆 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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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二曲同工之苗 我们那个是花言 花言的解 事事无碍 花圆容 事事无碍 所以这个花言的解 那个是墨宗的解 石飞杯道出红层 知道我在这里讲墨宗 讲神通 石飞杯道出红层 所以什么都是联想的 联想到 他说多开心 你说有得联想 多开心 有一样东西被拿着 所以呢 这个墨宗 墨宗道场 这个墨宗道场 这个就是花言道场 那个妙宗子就是妙伯宏 这个四生六道齐 齐秀契那些 这个五时八教永弘弘 所以你什么钟 就要写什么计 不要写错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维色 维色是墨宗 这个世称和狮子国 墨宗就不勾都是大成的 都是大成的 他在北印度 生在北印度的婆罗蒙家 富楼沙富罗国的婆罗蒙 长兄叫做毛爵 二弟叫做世称 三弟就是比伦慈伯婆 即是这个狮子国 都是在友部出家的 毛爵后来自秘太阿 阿罗汉崩头罗的教法 而得小成之空观 但仍然不满足 便用神通去修摔天 向弥立菩萨 请教大成五论和空观 后来弥立菩萨 请来人间说法 因此 现传弥立做的书 有五部 余加斯蒂论 这个是原装液的 在中国 大成、莊延经论 这个呢 中国都有 婆罗、婆麦多罗液的 便宗观论 中国呢 有增剔和原装 两个液本 西藏都有的 現宗、莊延论 中国就没有液到 这个呢 能断、金刚、波野、波罗、麦多、 经论论 有菩提支流液和义政液的两个液本 能断、金刚、波野、波罗、麦多、经 就是原装法师液的 这个论论呢 就是菩提支流和义政的两个液本 所以呢 这个美勒五论 美勒菩萨来说为遗识 遗识呢 因为这个佛 为什么不讲呢 因为佛讲宗观 不可以讲遗识 为什么不讲遗识呢 两部经里面讲过 解三部经里面讲过 这个呢 麦耶深色甚微誓 执气种子余暴留 我对焚于北先饮 恐将虚假执成真 接着人家将个阿赖耶色执成真 变了时时勘惑色 不怕惹尘哀 那就大件事去收个阿赖耶色 其实呢 收呢 是收这个空宫 因为收这个忠宫才对的 要收波椰才对的 你要波椰呢 遗识才有用 如果你只是没有波椰呢 那遗识呢 那遗识呢 是没有用的 世间的东西 就是世间的东西 那如果你拼命去收个遗识 清淨的意识呢 这个是清淨不了的 因为污染的阿赖耶色 遗识就是污染的阿赖耶色 因为没有说到第九色的阿摩罗色的 纵容百极可消磨 初家何心无动传 那是说第九色的阿摩罗色的 那是天台中说的第九色 所以呢 这个呢 这个呢 不是遗识来的 所以呢 这个真正的修行呢 是要用中官 是用 你收到最后 你收五重遗识官也好 收什么都好 你收到最后是要放晒的 所以用中官 最后是中官来的 所以呢 最后那个得道 正道那时候呢 是用中官的 无论你做什么都好呢 最后的正道都是中官 所以中官 所以有中官候候候期呢 因为中官都始终赢的 所以呢 这个中公泥识呢 拗了七年在南洞大河那里 那些人呢 就说哎呀 中官赢哦 那为什么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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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遮灾 这个无穿说 遮灾 梅立说 不及龙树说 持群心甘怒 所以呢 这个梅立菩萨呢 虽然说得好 遗识嘛 遗识当然好 又好学 又好什么 又多理论 又多东西学 但是呢 都有用 但是呢 都不够 不够这个 不够这个 龙树菩萨的中官呢 这个空架中三官的中官呢 是群心甘怒 所以呢 空中呢 始终都是修行的究竟来的 所以呢 不说遗识呢 就是怕些人呢 将遗识呢 作为修行呢 就变成了什么 遗识其实要修的 但是你当你证到空架之后 遗识的修行才有用 如果你不证到空架的时候呢 是转不到的 所以呢 这个《灵严经》里面又说了 这个 赖耶微細色 集气如暴流 憎非憎恐灭 这个非憎是憎非 憎非就是不是憎的啦 憎恐灭 因为广霸这个不是憎的东西 说了出来呢 那个憎恐灭 事故不宣演 所以不讲 《灵严经》里面说呢 这个赖耶微細色 集气如暴流 憎非憎恐灭 事故不宣演 所以呢 佛就不讲 佛就不讲 因为为什么呢 你最后都要用这个 用这个空架来正道了 所以我们墨宗呢 除了修法之外呢 还要自伦官 自伦官阿比拉文庆 这个叫阿巴能庆庆 所以这一个重要自伦官 两样加起来才可以的 所以我们呢 有正念仲 就是伦自己 就是佛的念 那一个呢 就是自伦官 那就是自伦官 第三呢 才是这个省念仲 省念仲呢 就是修法了 就是利益众生了 悉憎怀朱 就是省念仲 所以呢 所以这个六祖说 大圆镜是清清淨 平等性至心无病 妙观察至见非公 承左作至如鸣镜 五百六七果音转 邓全名言无实声 不要执着它是实的 若依转处不留情 凡兴永入罗其定 所以你不要想着它要转 不会有得转 有得转呢 你就转不了了 你想着它不用转之下 就会转到 所以呢 这个呢 要用这个忠官 所以始终都是忠官拗赢的 但是遗息呢 也都不能缺少 因为修行最主要就是遗息 所以呢 这个五祖一出来 见到这个六祖又写手 《菩提本无是明镜亦飞台 心中无一物》 这个何处也曾哀 哎呀火滚了 拆掉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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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人呢 这个神秀那一首 这个心似菩提是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不息 不怕也曾哀 莊香 礼拜照它来收 不用落沙漠 照它来收 得大利益 这个是世间的事 但是为什么六祖那一首 用鞋拆掉它呢 因为呢 这个是自己内政境界 那些人学不到的 《菩提本无是明镜亦飞台 深中无一物》 何处影神安 不用吃饭啊 所以呢 这个是内政境界 不可以学的 不是修行 所以那个才是修行 但是那个就这样修行 就这样修行 又修不到的 你修到最后要空的 但是这个呢 就没得修的 没得学的 《菩提本无是明镜亦飞台 深中无一物》 何处野神安 你放放放放放 连佛都放完 那你没得成佛了 所以呢 这个呢 所以知道它是好事 所以三更全法 洞三下 叫它进去讲 跟它讲 《英无所住而生其生》 《何其自生》 《本离清静》 《何其自生》 《本无污染》 《何其自生》 《本无动摇》 《何其自生》 《本无生灭》 《何其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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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大琵琶沙論封了一個塔裏面的銅碟布 鑄了一個銅碟布就封了一個塔裏面 不讓外人來學的 他是北方的比丘 走來南方學 學十二年的 毛雀去了南方學十二年學大琵琶沙論 最後要回去的時候 發覺不能出境 因為這個大琵琶沙論是不能出境的 他學了之後 他就想回到北方 他就裝瘋了 裝瘋瘋的 裝瘋瘋的 那些人叫他瘋瘋的 傻瘋的 放你走 人家就沒什麼用了 放你走 你到外面都不會亂說出來 誰知道一放出去的時候 他就跟徒弟說這個驅舍論頌 大琵琶沙論就有二百卷 講完一卷之後 他就作一個重 變成驅舍論頌就有二百個重 大琵琶沙論就有二百個卷 講了小誠的東西 所以他是最精學小誠的 這個毛雀就要道化他 我講大誠 他講小誠 我講微勒 他講小誠 約他一次就叫他轉他一定不肯 小誠的人很困難的 你叫他轉他死也不肯 所以就叫他在隔離房裡住 隔離房裡住 他就在隔離房裡讀大誠經典 讀大誠經典讀了一半的時候 他就聽到這個細親越聽越論盡 越聽越覺得好東西 接著他就過來懺悔 哎呀 哥我錯了 我以前弘揚小誠 現在你大誠是這麼好 各條利出來借罪 想拿一把刀各條利出來 毛雀就攀著它 你的利可以用來彷伐 也都可以用來弘化 可以彷大誠 也都可以弘揚這個大誠 幫忙弘大誠 所以這個細親的著作 比這個毛雀更好 為什麼呢 遺息主要靠細親 這個毛雀就是微勒五輪 最出名的就是微勒五輪 細親有遺息三十種 遺息二十種 這個百發明文論 這個全部都是細親寫的 細親因為這個遺息三十種 就是整個遺息的大綱 原裝法師回來東土的時候 就寫成為遺息論 本來印度有很多註解 有十家註解 這個十家註解 來到中國的時候 要譯回來 原裝法逐譯 逐句逐句逐句逆 就是全部逆過來 這個規機就說 不要了 東土的人是很冷的 其實他們怕思維的 你弄好了 弄一兩個給他們就行了 你不要弄那麼多 弄那麼多 弄那麼多 不知誰對 你弄一兩個就行了 所以全部都經過整合了 本來有十大論詩的 整合了變成一兩個主見 成為遺息論 成本成為遺息論 細親也寫遺息二十種 咬那些天日 咬那些落地獄 那些牛頭獄卒 究竟是不會變的 所以這個 在咬這件事 也寫這個百發明論論 所以細親的貢獻 是大過無著的 就是以遺息的貢獻來說 所以這三個都是弘良遺息的 那我們下次再繼續再說